他跟朋友去吃饭 很晚还没到家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 就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说多少 然后我就知道 他那边已经磕多了 然后他就说要挂了 这时候手机是没挂的 一直在通着 然后我就听到他跟朋友 说到我们名字 我的天哪 然后我就 他就跟他朋友抱怨说 我就是特意让他 他就是说我之前找了份工作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天天在家面前涮药 说我的工资比他高一点点 他就觉得我很了不起 然后他就特意找一些 我让我把他工作给辞了 然后这时候我就心都凉了 我就知道 原来之前那都是他 在我背后的小动作 然后还有那个游戏 他跟他朋友说 我之前带着他玩了一下游戏而已 他现在那个等级就 那时候那个等级就比我高 那么多了 然后我就 我就是不开心 我就是要把他给卸载了 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 都是他给我搞的小动作 这是什么小动作吗 你真这么说的 我觉得他一玩就上瘾了 我就不想他玩瘾 我没有他说的 就是妒忌他 这也很正常嘛 这男人喝多久了嘛 臭屁屁 这有什么呀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等他丢醒 我就问他 问他昨天那些话 他还不承认呢 他没法承认 这心里话 他怎么跟你承认啊 姑娘 我都什么都知道了嘛 好好好 那后来呢 后来还有别的事 你觉得他嫉妒你吗 我平时都经常跟姑娘出去玩啊 然后我就把他丢在家里 然后每次回来他都不开心啊 我就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呢 然后我就下次决定 把他也带上去 那时候有一次嘛 我闺蜜就说了一句 在他面前说了一句说 你真好啊 找到这么好的女朋友 你真幸福啊 那时候一听 他就不开心了 那可不开心吗 我觉得 我觉得他闺蜜 说这话就是说给我听了 就是说我屁股上他呗 他什么都好 这样子 你是不开心了 我听成他 他立刻就开心 我这不是挺好吗 之后呢 他在我闺蜜面前爆尿啊 说我啊 在家里啊 拉你拉她的 不做家 又笨又蠢啊 然后呢 还说我啊 自从之前找了那份工作 又把小狗也不理了 让小狗啊 回到家里也不开心啊 很不给我面子嘛 哎呀 你真是情商低啊 找到女朋友好 说明你强大呀 我觉得是 是他先说我嘛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 也没说多少 而且我说的 都是事实来的 行行行 这也不叫忌妒啊 情商很低 还有别的吗 还有啊 就是我后来找了 重新再找了一份工作嘛 然后大狱就没那 之前那份好 然后他就没反对 也很支持啊 到了月底嘛 他就发了奖金 他就带我去吃饭啊 吃饭的时候 领导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我工作冷面强嘛 然后就说 阻击一下 公司要一起出去出差 然后他一听了 他就不开心了 因为他觉得 我刚开始工作 就有得去出差 他就工作这么长时间 都没有机会去出差 然后他就 他就 你们俩太像办公室的工作了 不像恋人 然后呢 然后当天呢 当天晚上 等我去的时候 他还特意把我老中给关了 车票给藏起来了 等我起来的 已经发 已经来不及了 领导都打电话说 要扣我工资啊 要我写检讨了 你不觉得 这个事情很严重了吗 是你干的吗 是我干的 你干这事干嘛呀 我就不想他去 因为我也是为他 我不担心他 因为他第一次出那么远门 没有我在他身边 我只是担心他而已 我觉得他就是 他小孩子脾气了 是有点小孩子 做这种 你可以当面跟我说 你可以跟我商量 你可以跟我说 但是你这样子 这样子做 你不影响到我工作 我觉得这事情 很严重了吗 是是是 很严重很严重 那种DIY的小房子 是亲手拼给他 然后他就 以为我是做给他的 他就很开心嘛 后来他得知 我不是做给他的 他就 把我快要拼成的 那个小模型 都故意给摔烂了 天哪 你干嘛呀 没有 我就觉得 他对他闺蜜那么好 我生意 他就随便送个耳机 就算了 但是他闺蜜生意 他就跨了几天的心思 去搞这个模型 然后那几天的话 我约他出去看电影 他也不去 就固着那个模型 我就知道不是送给我 我就有点生气 他当时候 他说我送了 试送了个耳机给他 那个耳机是他自己 一直很喜欢 他贤贵 不舍得买 我就存了点钱买给他了 然后我觉得 每个人喜欢的东西 都不一样嘛 我都是按每个人喜欢的爱好 来给他挑礼物 这很正常 他也记得我 对我闺蜜比他好 你这个小男生啊 真是